李刘靖雄 君彤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 我欢迎有机会跟大家一齐见面 很高兴大家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我觉得有一个 如果有人可以坐牢几十年 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有点良言更高的 黄菩斯就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做了 做老师经验 他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些良言可以分构给大家 记不记得中国的黄明道老师牧师 记不记得中国有一位叫黄明道的牧师 他的处世格言 我每天都看 他的处世格言 每天都看 今天跟大家讲这个黑人领袖 Nelson Mandala 今天我们讲这位黑人的领袖Nelson Mandala 他怎么说呢 他说当智慧人沉默的时候 傻瓜就会增加倍增 他说当智慧人沉默的时候 傻瓜就会成倍的增长 主要牧师是我敬佩的一个基督徒牧师的领袖 主要名牧师是我敬佩的一位领袖 也是一位基督徒 记不记得他在雨伞运动的时候受审 记得他在雨伞行动的时候他被受审 老人家哭了 老人家就哭了 受审的时候他的编导 受审的时候他有一篇讲道 影响了很多人 这个礼拜发生的事在香港 这礼拜在香港发生的这件事 都因为他的带动的缘故 也是因为他带动的缘故 可以用基督教的形式 好像Pentecost 五秦节一样 把香港的灵性拔起 可以像把这件事情 好像五旬节的时候一样 将香港的一些灵性 可以从地面拔起来 一百万二百万 一百万两百万 很奇怪 在大公园当中 在Pacific Place唱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不是圣诞节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不是圣诞节的时候 在香港的渣打广场 他们会唱Hallelujah来赞美声 当智慧人不沉默的时候 傻瓜就会减少 什么傻瓜 什么是傻瓜 有个警察说 喂 你快点找你的耶稣来见我 有个警察就说 嘿 你快点找你的耶稣 下来见我 那是不是傻瓜呢 这不就是傻瓜吗 朱牧师说 如果我们还有气力的时候 应该继续在教会里敲钟 听一声 朱牧师就说 如果我们人有力气的时候 我们要继续在教会敲钟 敲钟是一个中国的重要的字 敲钟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字 我想美国人叫做Alarm 或者Sandy Alarm 美国人会叫这个叫Alarm 就是闹钟就是钟 在教会的Sandy Alarm 在世上敲钟 在人心里面敲钟 在教会里面敲钟呢 是说我们在人心里面 在世上要敲钟 厉害 我真的觉得他是英雄 你觉得他是英雄 有一样东西和宣众会有关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大家未必知道 有一件事情是跟宣道会有关系的 六四民运之后 朱牧师就是地下铁路的一个管理人 六四运动之后 朱牧师就在地下的铁道 他在中国有很多民运分子逃亡的时候 因为他的缘故 帮助过来美国 在因为六四运动之后 有很多逃亡的人 就是因为在朱牧师的帮助下逃到来美国 有很多多谢宣道会 三藩师宣道会 三藩师宣道会 圣律师宣道会 有两个不同的Paul Chan出来 做基督徒爱华会 有很感谢三藩师宣道会 跟三… 三… 三… 三藩师宣道会 有两位人出来来帮助这件事情 三藩师的Paul Chan是Sally的丈夫 三藩师宣道会的Paul Chan的一个 她的丈夫 我们曾经一起照顾一对民运流亡的兄弟 他们曾经一起来照顾有一位流亡的兄弟 就是三藩师宣道会帮助 就是三藩师宣道会来帮助的 三十多年前我在香港 发起基督徒关怀同性戀者运动的时候 三十多年前在香港 也发起这个关怀流亡 同性戀的一个运动的时候 基督徒同性戀是没有人关怀的 基督徒同性戀是没有人关心的 因为他在一个柜里面 因为他在一个柜里面 多谢香港的宣道会 最高的领袖一起参加 感谢宣道会 最高的一个领袖一起参加这个运动 就是宣道会一切的关怀 感谢宣道会一切的关怀 讲到聪明人 我想和你介绍一下 Dansel Washington 讲到聪明人呢 想介绍一下这位叫 Dansel 华盛顿的 他说有没有搞错 他是明星来的 他是个明星 真的加州很奇怪 有没有搞错 加州很喜欢 对 最近我看到我女儿 U.C. Davis 毕业的文朋友 是Arnold Schwarzenegger簽的 最近呢 黄博士看到她的女儿 她毕业的时候呢 她上面是用 Arnold Schwarzenegger簽名 他是终结者里面的那个人 但是呢 Dansel Washington是聪明人 有智慧的 但是Dansel 华盛顿 他是有智慧的聪明人 他说如果家里看不到 找不到爸爸的话 在路上会找到一个爸爸 那在街上呢 如果你是在路上长大的呢 那这个法官就会变成你的妈妈 然后呢 这个监狱就会变成你的家 很聪明啊 这个Dansel Washington 这人是很有智慧的 很聪明的 他看那些戏正义的时候 很开心的 他看到一些很正义的事情 他很开心 做不正义的那些呢 我就会觉得好像石坚 那样不理他 他喜欢 他说如果我看到一些不正义的电影呢 就好像抽烟一样 觉得不太好 但是他真的好人 但是他真的是个好人 我为什么用这个Dansel Washington 黑人来说呢 为什么要用这一位黑人 丹则华盛顿来讲这个事情呢 因为华人呢 就会我们不像他这样的 因为我们华人 是不会好像他这样子 神的恩典 当我终信 服侍心理辅导之后 出来打工了 所以他 神的恩典 大家终身服侍了这个 有 不好意思 精神 就出来自己做了 就在大学里教精神科 就在大学里面教精神科 你知道三藩市总医院 SF General 三藩市的总医院 那浩B病科是黑人的 有很多的黑人 我就在那里做黑人病房的主诊 他就在那边做黑人病房的主诊 我知道黑人的文化和精神的关系 知道黑人的文化和精神的一些关系 因为男人呢 在市区当中 黑人来说 每四个男人有三个 就懲教主有关系 四个男人 四个男人 四个男人中间有三个是要做拯救主的 是的 因为呢 他们有一个要坐牢 他们有一个要坐牢 一个是假释 一个是被保释的 另外一个是 on probation 另外一个是 他准备是要去坐牢 所以黑人呢 就很少男人在家做爸爸的 所以黑人里面有很少在家里做爸爸的 在底特律当中有一间教会 wants black men as leader for youth 很聪明 在底特律有一个教会呢 他就很想要有一位黑人来做他们的领袖 这个牧师很优秀 这个牧师很优秀 其实我以前呢 都是参加黑人教会的 他以前也是参加黑人教会的 那么呢 有时候叫我去讲道等等 都会有的 有时候也会教牧师去讲道 黑人很喜欢很animated 很多手势的 黑人很喜欢很夸大其实 做一些很多的手势 我讲了一些 他说preach on brother 他讲了一点点 他就开始 他们就让他很有激情地要讲 这个教会当中呢 他每一天 有崇拜的时候 有几百个爸爸呢 穿着白色的衣服 就从后面走出来 他们那天讲到时候 有几百个穿着白色衬衫的爸爸 就走过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看那些小孩 知道黑人的男人 可以威风凛凛的 所以让他们的孩子知道 黑人的男人 也可以威风凛凛的走出来 不是电视 经常被人拉过的黑人嘛 不是那些整天被人抓去坐牢的那些黑人 Tony Evans 牧师 他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牧师 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牧师 一针见血 一针见血 他就说黑人的男人不行 要man up 他说黑人的男人不行 他们要站立起来 男人要站立起来 那最后呢 他做了一个kingdom man rising 然后他就做了这个kingdom man rising 以前是promise keeper 他现在是自己做了 他现在就自己做了 那为什么叫kingdom man 什么叫kingdom man 因为其实不知道什么叫good 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好的 合乎基督教的体统和圣经的原理就是kingdom 合乎基督教的教导和圣经的原理就是kingdom 就是王国 神给了很多恩典 神给了很多恩典 以前我读心理的时候不是我愿意的 以前读心理的时候呢 不是他所愿意的 我相信几十年来看回后面 其实是一种呼召 那后来看了回去呢 他原来是一个神的呼召 我太太和女儿常问我 爹地你不是做牧师的吗 教授的太太跟女儿整天就问他说 你不是要做牧师的吗 女儿 我真的觉得好像应该要做psychologist 他就跟女儿说他觉得应该是要做精神专家 但是当我服侍的时候有机会参加中信 但他有时候服侍的时候有机会参加中信 也在25街和Balboa和Fulton一起开了一家叫基督徒心理辅导中心 在25街加Balboa那边他就开了一家叫精神心理辅导中心 那我老板当然邀请大博士 那老板就要请博士 一个星期我们大家三个团队一起见面 那有一个星期他们三个团队一起见面 他就跟我们说 Melvin 婚姻和家庭是撒旦的战场 然后他们就在说 这个婚姻跟家庭是撒旦的战场 搞好家庭婚姻教会就轻旺 如果能解决婚姻跟家庭这个问题 教会就会兴旺了 他跟我例子 他有个metophore说 教会分家庭好像一块砖 那样 他就跟他有个比喻说 婚姻跟家庭好像一块砖这样 在楼下起上去 要从下面楼下来往上照 感谢主很小过我学会这件事 感谢神教授很小的时候就学到这个 那最近清泰的太太竹军就过世了 最近这个太太她就过世了 那几年前呢 我和太太回香港探清泰Peter 几年前呢 牧师跟太太就回去香港 去看这位家里人叫Peter 他在葵冲请我吃饭 他在怀中请他吃饭 在环中请他吃饭 看到他和我头发都白了 看到他们的头发都白了 拿一支笔出来签一本书给我 拿一支笔出来签字给他 关于竹军的 竹军是吗 sorry 关于他太太过世了 对 关于他太太竹军他去世的事情 在这儿聊天当中 他又这样说 他说Melvin从创世基督启示录 撒旦是用婚姻和家庭成为他的战场 他再次又提醒他说 从创世基到启示录呢 神都是用 他都在说 婚姻和家庭是撒旦的战场 当Peter跟我说 Melvin我们是老同工 Peter就跟他说 Melvin我们是老的同工了 我觉得很安慰 他觉得很安慰 因为他了解我们做的是一样的 因为Peter很了解他们做的这个事情 我们要保护家庭 保护家庭 保护婚姻 保护婚姻 因为撒旦第一个目标就是亚当 第二个目标就是夏娃 第二个目标是夏娃 第三个目标就是他的儿子 第三个目标就是他们的孩子 该隐和亚伯 大家都知道了 该隐和亚伯 大家都知道 该隐是全世界第一个谋杀 为什么狗成这样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人类败得一败徒弟 我们人类输得一败徒弟 因为第一个目标 男人亚当打低了 因为第一个目标 亚当已经被打败了 所以做丈夫做父亲 是做不得好 所以做丈夫跟父亲都做不好了 第二个目标就是女人 就是夏娃 第二个目标就是女人夏娃 当妻子不开心的时候 他做不到好妈妈 当妻子不开心的时候 就做不到好妈妈 妈妈做得不好 那儿子和女儿就受罪 如果妈妈做得不好 他们的儿女就会受罪 所以我们搞好男人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把男人变好 是重要的 Tony Evans说得对 Tony Evans说得很对 Danson Washington也说得很对 我们要帮助男人成功 我们要帮助男人来成功 但是Larry Crabb Dr. Larry Crabb就说 The Silence of Adam 这个Larry Crabb的教案博士 他就说The Silence of Adam 就是亚当的沉默 奇怪 他不是神学家来的 是psychologist 他也不是神学家 他也是一个心理学家 是我的前辈 他是教授的前辈 因为他是第一个 和Gary Collins出来 用我们学术式的东西去服侍教会 他也是第一个从他们毕业的学校出来 第一个用神的学历来服侍神的 为什么他不是神学家 说The Silence of Adam 但是他不是神学家 为什么他会说亚当的沉默呢 为什么需要psychologist 来说The Silence of Adam 为什么要用心理学家来讲亚当的沉默呢 因为大家明白人的心理 可能他们会比较知道人的心理是什么 因为原来创造的时候 上帝说 亚当啊你管你好 因为创世的时候 神就说亚当你要管理好 但明明是夏娃石禁果嘛 那明明是夏娃石的禁果 你猜 上帝在园里面找他的时候 他们怎样 你觉得神在园子里面找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是怎么样的 旧约神学家David Edmond 这样说 不是一块叶盖着自己 在旧约的那个神学家 有旧约神学家 他就说到他不是用一块叶子盖着自己 他要全个森林去盖着自己的羞耻 他要用整个森林来遮住他们的羞耻 亚当跟上帝在那里吵架 亚当跟神他是在吵架 男人会这样的 男人会这样子 会不耻 不耻 他说是你创造的女人给我吃的嘛 他跟神说是你创造了这个女人 然后她把禁锅给我吃的嘛 很合理的 很合理啊 合理不是代表对 合理不代表是正确的 其实他应该说你不要去啦 他应该说你不要去吃啊 为什么他老婆去那里吃禁锅呢 为什么那个太太会在那里吃禁锅呢 他当然是在看NBA啦 昨晚 肯定是在NBA篮球赛 或者在玩游戏 或者是在玩手机电话 不行啦 不可以这样 男人要man up 就说我们要首先服侍的就是我们的太太 所以男人他要变成男人 他首先要服侍的是太太 太太要的是我而已 太太要的我给 男人要是尊重 你不给面子我吗 男人要尊重啊 你不给我面子嘛 但你不爱他怎么尊重你呢 你不爱你太太 他太太怎么尊重你呢 所以出于男人的责任 所以出于男人的责任 真正的好男人呢 他可以有主动 所以真正的好男人呢 是要有主动 第二 是可以有责任感 第二是要有责任感 哎呀 Melvin 你真的很有经验 他说哎呀 那个 你们就会说 那个教授你好有经验啊 不是啦 不是啊 我在哪里学回来的 他是哪里学来的呢 在新加坡有一个 男变女的男人 变化男人之后 在新加坡有一个人 他是从男的变成女的 然后又变回一个男的之后 他叫Leslie Long Leslie How are you Leslie How are you Leslie 你好吗 Melvin No problem Melvin No problem Melvin 没有问题啊 我还好 Melvin How do you know a man from a woman 他说 Melvin 你怎么知道 这个怎么男的变成女的 因为他以前喜欢穿女人衣的嘛 他喜欢穿女人的衣服 我和他一起去日本侍奉的时候 我捞着我太太的手啊 他们去日本侍奉的时候 那一位弟兄是挽着他太太的手 Leslie说 Let's be sister Leslie说 我们是姐妹 她说 我很痛苦啊 Melvin 她说 我其实很痛苦的 我痛苦什么啊 Leslie 她说 你痛苦点什么啊 她说 我去香港的时候 我很痛苦 她说 我去香港的时候很痛苦 香港这么多漂亮衣服 女人穿的 我不买得 她说 香港那么多漂亮的女人衣服 但是我买 不能买 她就说 男人和女人 不是件衣服的分别 她说 男人跟女人 它不是一件衣服的分别 她说 男人最重要是 她说 男人最主要是 要懂得主动 第二 要负责任 第二 就是要负责任 所以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她说的 我学她而已 这个不是教授讲的 是Leslie讲的 我们人类输得一败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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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男人 就是亚当输了 第一个就是男人 他那个亚当就输了 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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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网了 上网啊 NBA啊 NBA啊 NFL啊 NFL啊 踢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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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的嘛 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做爸爸没有时间 做爸爸没有时间啊 正常啊 很正常 So the war against the boys 哇 原来有个阴谋啊 原来是有个阴谋的说 War against the boys 就是有个战争是针对一孩 小男孩的 How misguided feminism is harming our young men How misguided feminism is harming our young men 他说怎么样一个 就是比较女性化的一个事情 他会让我们的一些 young men 就是年轻的人呢 他会走一些岔道 女权不是坏的 是对的 女权是好的 但是他不是很正确的 去到极端的时候就不好了 他到极端的时候就不好了 为什么女权泛滥得这么厉害呢 为什么女权会泛滥成这个这么厉害呢 很简单 男人很坏 因为男人很不好 男人不坏 女人就不需要这么 不好意思说 如果男人没有 算了 我也不好意思讲 所以我们男人要 要爱我们的女人 所以男人要爱我们的女人 那些极端女权分子 就不会觉得是被伤害 所以那些极端的女权分子 就不会觉得是被伤害了 如果不是我们的子女就惨了 如果不是我们的子女就惨了 有些误导的政策去危害年轻人的 会 有些误导的政策 它会危害年轻人 因为对男孩子是一个战争 它对男孩子是一个战争 跟着 Hannah Rosen 更够泡 有这个叫Hannah Rosen的人 她更厉害 她说 The end of men 哇 她说 The end of the men And the end of the men 男人的决数和女人的崛起 It's not the rise of Terminator 这不是终结者的崛起 The return of the Jedi 也不是终结者的return 就是她回来回回 男人要完美了 要是这样的了 拜拜 男人要完美 他就要拜拜了 就要再见了 Are men obsolete? 男人是过时的 是不是男人过了时呢 男人是不是过了时了 但是大家知道 现在PhD毕业那些 是女人多过男人 你看现在很多博士毕业生 都是女人多过男人的 现在读Freshman College那些 是女生多过男生 现在读大学的第一年纪生 也是女生多过男生 但是世界上的问题 特别中国 就是男人多过女人 那世界上很多中国的问题 就是男人多过女人 所以注定是男人要被女人管 所以注定男人是要被女人管的 这个不是女的问题 是男人的不好嘛 这不是女人的问题 是男人的不好 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地做好的男人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一个好的男人呢 因为爸爸不好嘛 因为爸爸不好 因为爸爸不好 爸爸常常上班都不回来 爸爸整天去工作也不回来 所以有一个父亲的饥渴 所以他有一个对父亲的向往 一个饥渴 所以有本书叫做 Searching for Dad 去寻找爸爸 这几惨啊 有一本书叫做Searching for Dad 他寻找他的父亲 他寻找什么呢 他寻找什么呀 他说有九个sign effect of growing up fatherless and how to overcome them 他有九个需要的 他有九个他在寻找父亲过程 他有九个需要的 在他在童年的时候长大没有父亲 这个三凡事我知道的 三凡事呢 博士知道 现在有很多法例可能不可以讲的 现在很多法律他是不给说的 这个法例呢 现在第二读啊 在加州社会 在加州有另外一个地方有示威游行 今天我还可以讲 今天他还可以讲 男童性戀者 他的需要是father hunger 男童性戀者他的需要 其实是因为他没有父亲 他需要渴慕父亲 爸爸站起来的时候呢 小孩的性取向就会健康 爸爸能够站起来说话的时候呢 那小孩子的性取向就会比较健康 美国不可以研究 美国不可以研究这个 香港可以研究 香港可以研究 香港可以研究这个 香港医生跟我一起研究 香港有医生跟他一起在研究这个事情 可以的 可以的 现在的男人给我们爸爸是 是没那么大力的 现在的爸爸他没有这么强悍 那么厉害 以前的爸爸呢 可以棒打117磅 叮上去的 以前的爸爸可以打这个东西 可以打117磅这样 一磅就上去了 现在呢 98磅 现在的爸爸只能打98磅 可能80磅也不一定 可能80磅也不一定 你记不记得以前呢 我们很老 老饼 我们没有power steering 很重的 駕駛 以前那些没有工具的时候 他们就是这样子 他们没有那个自动波的时候 他们是这样很用力的来开车的 那个方向盘 我知道了 因为我的车很差的 没有power steering 因为他的车以前不是太先进的 没有这个power steering 以前我在欧伦浸信会的时候 我负责开车的 开大巴 而且以前他在欧伦浸信会的时候 是专门负责来开大巴士的 我开那些40个座位的那些巴士去retreat 开那些有40个座位的那些大巴区 那个推秀会 挺辛苦的 因为40多人坐在后面 这个态很重的 很辛苦的 因为有40几个人坐在车子上 开这个车很辛苦 现在的老鼠仔是调回这里出来的 现在那块鸡肉变成拜拜肉了 以前是这样 现在慢慢男人变得怕事 现在男生比较怕事 愚弱的丈夫 懦弱的丈夫 不会再有阳光之气 这个大陆说法 所以在大陆的讲法是没有阳光之气的 因为他的爸爸不够男子气概 因为他的爸爸不够男子气概 以西节书说 你们再意识你们怎样用这个俗话来说 以西节书18章说到 你们在以色列地怎样用这个俗话来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葡萄 是讲个人责任 不能逃避责任的 这说道是一个个人的责任 你不可以逃避责任 上帝不是因为祖先的罪 任意妄为的去惩罚无辜者的 上帝也不会因为祖先的罪 而任意地来惩罚一些无辜者的 很多人生出来是这样的 你但是也犯罪 那你也犯罪了 那这个当中就讲到 离婚的妈妈多数照顾自己的儿女 所以这个里面也说到 离婚的父母母亲很多都是来 他们来照顾儿子女儿 那爸爸呢 那爸爸呢 老公呢 老公呢 离婚的爸爸再娶嘛 离婚的爸爸再娶一个 那他们有空照顾子女呢 没有时间照顾子女的 当你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怎么样呢 那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怎么样呢 妈妈很可怜的 妈妈很可怜的 他要做妈妈 要做爸爸的那份 他又要做妈妈的那份 又要做爸爸的那份 这些很难开口的 这些很难开口的 很难开口讲 教会我们做些什么 那我们教会可以做些什么呢 朱牧师说 从教会开始 朱牧师说 从教会开始 我们可不可以照顾单亲的家庭呢 我们可不可以照顾一些单亲的家庭呢 单亲家庭出来的子女 我们可不可以特别照顾多些呢 单亲家庭出来的子女 我们可不可以给一些特别的照顾呢 你旅行的时候 你旅行的时候 你这件行李写做priority嘛 优先 你那个行李的 有时候去旅行的时候 行李上面会写着是优先 我prima和太太 开了一个教会 他在prima的时候 跟太太开了一间教会 我和我们的领袖说 如果我们见到单亲的儿女 进来教会 博士就跟他们的领袖说 如果我们看到有单亲的子女 小孩来到我们教会 我们做usher 做greetter的呢 要把一个label在额头当中 high priority 我们这些来迎接的一些 站在门口的一些 弟兄姐妹 我们要在这里写一个是优先 因为教会有一个空荡当中填了去 我们要在教会里面 有一个空荡的地方 把它填起来 当然不会啦 那么欲酸 肯定不会啦 那么丑 放个这个东西在上面 但是起码我见到单亲的小孩 我认识他的名字 但是他看到一些单亲的小朋友 他会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进来的时候 一定跟他拥抱一下 有些小朋友进来的时候 博士一定会跟他们有拥抱 有时我会说 Good job 有时他会说 你干得很好 我知道因为他没有爸爸 是这样说的 因为他知道他们 肯定没有父亲会这样去赞他们 你都可以得啦 那你们也可以喔 每一天 差不多二千 二三千的离婚 每一天呢 有两千多个家庭是离婚的家庭 马来基础说 你们还说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马来基础说 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耶和华在你年幼 你幼年时所娶的妻中做见证 他虽是你的配偶 又是你盟约的妻 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做见证 他虽是你的配偶 又是你盟约的妻 你却以诡计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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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诡诈待她 这个是向男人说的 这个是对男人讲的 你说 当然不会用诡计待我太太 他说 我当然不会用诡计对我太太 但是很多男人问我 德方怎么应付这些女人 但是很多人会问他 那个博士人 我们怎么来对付这些女人 太太 我在延街和博博那间 Christian Counseling Center 他在那边 博博湾那边有一个 是基督教的一个心理咨询的中心 很多已婚的爸爸和丈夫 就开会 开小组 很多已婚的父亲 还有丈夫 就在那里开小组 他就问 孙子兵法 哪个法可以用在身体 对老婆 用什么兵法去对付她呢 他们就说 孙子兵法里面有哪一条 是可以来对付他们的太太的 我说 弟兄啊我们不是打仗 他说弟兄啊我们不是在打仗 但是因为他可能没有计 他可能因为没有办法了 所以呢 他想着计计去对付自己的老婆 所以他要想一些办法 来对付他的太太 不是啦 当你自己去爱他就可以了 他说不是这样子的 你只要爱他就可以了 马拉基在那里解释说 上帝作为对不忠妻子的丈夫的见证人呢 就说婚姻不是一种合约 不是夫妻之间两方面的这么简单 马拉基书也解释说了 他说上帝是作为对不忠于妻子的丈夫的见证人 婚姻不仅仅是一种合约 夫妻之间的两方关系 而是一个契约 是夫妻对上帝负责的三方关系 丈夫要小心点 丈夫要小心一点 因为在一个契约的时候 是丈夫妻子对上帝负责任的 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中 是丈夫跟妻子是对上帝负责的关系 不是只是两个人 不是只是两个人的关系 上帝看着你 你要小心点 上帝是看着你们的 你们要小心一点 第二个目标就是女人 夏娃和妻子受害了 因为丈夫不好 男人不好 夏娃跟妻子 夏娃这个妻子就受害了 因为丈夫不好 我在马来西亚教书的时候 那个博士在马来西亚教书的时候 有一位宣教士 她说Malvin 你说话很简单 她说Malvin 你讲话很简单 她说Happy White Happy Life 她说太太高兴了 你的生活就好了 很简单 你等你老婆Happy Happy Happy 那你就会Happy Happy 等你老婆高高兴兴 你也会高高兴兴 但你不开心 她怎么开心 但你不开心 她怎么开心 咦 聪明的丈夫是搞开心的 聪明的丈夫是要让人开心的 让太太开心的 不是讲笑开心的 但你要本身开心才开心到 不是说开玩笑让她开心 是让你本身你开心 她才可以开心到的 Happy White Happy Life Happy White Happy Life 不需要PhD的 你不需要有任何博士学位的 因为女人夏娃和妻子不开心的时候 妈妈都不开心咯 因为女人作为妻子 她不开心的时候 孩子也不开心 那受害者就是子女咯 那受害的人就是他们的小孩 父母离婚之后 子女大多数和母亲居住 爸爸在哪里 那父母离婚之后 他们很多孩子都是跟母亲居住 那爸爸在哪里 谁是我爸爸 谁是我爸爸 我认不认识我爸爸的声音呢 我认不认识我爸爸的声音呢 我在沙楼月一个贫民区 在有一个平民区 据说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孩 居住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 好像她有四个还是五个子女 她有四个 不知道是四个还是五个孩子 四个孩子 这四个子女的爸爸她都不认识的 那四个孩子的爸爸都不知道在哪里 他不认识 所以从那天开始 我就将大部分的资源 摆在那里 所以从那天开始 博士就将大部分的资源 都放在那个地方 七月中 有一个短宣队 就去那个地方 帮助孩子可以读书 七月中 有一个短宣队就要去那个地方 帮助那边的孩子可以读书 但是Silicon Valley有一个优势 我是全球找不到的 硅谷有一个优势是全世界都找不到的 我说 喂 你叫个engineer 给一些精英我啦 你叫一个工程师给一点精英我们 你去那里教一些贫民区的小孩 学coding 去做computer programming 他说你可以教一些那边贫穷的地区的孩子 去教他们计算机的应用程序 因为经济带来一个独立 因为经济可以带来这个独立 爸爸认不认识这个孩子呢 那爸爸认不认识这个孩子呢 儿子认不认识他爸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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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爸爸知不知道他爸爸是会剃胡子的呢 剃胡子的呢 剃胡子是谁跟他剃的呢 那孩子在小的时候 他剃胡子谁给他剃呀 这个领胎是谁跟他打的呢 那他的领带谁给他打呀 多数是妈妈是不是呢 多数是妈妈给他打 会不会鞋带到妈妈跟他绑的呢 那鞋带也是妈妈给他剃吗 儿子认不认识他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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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喜欢什么颜色他也不知道 因为黑白咯 因为是黑白咯 人到心不到的爸爸 人到心不到的爸爸 我们要人到心有到彩色的爸爸 我们要人到心有到要彩色的爸爸 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呢 小孩子长大的时候 他就渴慕男人的特征了 如果不是的话呢 孩子长大之后就没有男生的特质了 不需要PhD 男同性恋就是他开始 是跟他爸爸有关的 他不需要有任何好的学历 他变成同性恋 是从他爸爸开始 我是读心理的 通常心理都是赖妈妈不好 读心理的 很多都说这个心理不好 是因为妈妈的问题 是有些妈妈不好的 有些是妈妈不好的 他的不好通常有个病态 他通常不好是有个病态 病态通常是创伤 是男人创伤他的 通常女人这个是创伤 是男人创伤留给他的 是家害就是男人 家害到男人身上了 所以最后来讲呢 不是妈妈的不好那么简单 所以最后来讲呢 就是不是妈妈这么不好 那么简单 是男人的弱和病态 是男人的弱和病态 我们的《The Book of Proverbs》 讲的有guidance和training 有一位的真言里面说到是 我们需要有一个guidance 是一个指示和引领和指示 那谁来做呢?是一把 那需要谁来做呢? 这个是新加坡的优势 这是新加坡的优势 新加坡有一个fathering movement 就是父亲的一个运动 他说这个就是生活 这个graphic我很喜欢 这张图博士很喜欢 因为爸爸是蹲下的 因为爸爸是蹲在地上的 就是说他是谦卑的 他是谦卑的 他是来服侍的 他是来服侍的 他首先服侍了自己的老婆 他先来服侍自己的太太 跟着服侍他们自己的儿女 然后来服侍自己的儿女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大男人主义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大男人主义 他可以帮自己的子女一起哭 他可以跟孩子一起哭 如果不是呢 最近就有一个新的叫做toxic masculinity 另外有一个叫toxic masculinity 它是有毒的阳刚之气 跟着呢 哇 男子气概有毒的 为什么男子气概是有毒的呢 当然是大男人主义 那就是大男人主义 我以前是长主的孙的 他以前博士是长子弟孙 那时候我妈说 Malvin 你快点找个老婆照顾你 煮饭你吃 好像妈妈一样 他妈妈就说 那你快点找一个太太来照顾你啊 就好像妈妈照顾一样 那蜜月之后呢 我太太煮饭给我吃 那之后呢 他太太就会煮饭给她吃 我说咦 好像有点不和我妈妈煮 这么咸的 说这个饭有点不像我妈妈的味道 有点咸 就是那天她跟我说 Malvin 我不是你妈 就那天她太太就跟博士说 Malvin 我不是你妈嘛 每一年呢 我跟她查一下 我是不是大男人主义 每一年她都会跟太太说 我是不是有大男人主义 越来越少了 她说越来越少了 我去亚洲的时候 跟那些姐妹说 我大男人主义又怎样啊 她就去亚洲的时候 跟那些姐妹说 我大男人主义怎么样 她好了点了 好一点了 另外呢 极端呢 不是大男人 小男人变成了女性化 她说的极端一点呢 就是不是大男人 她变成了女性化的男人 怕事的男人 怕事的男人 在教会当中就是老油条 在教会当中就是老油条 这帮是有名无实的男人 这一群是有名无实的男人 老婆嫁了这个男人 发现到呢 他有名无实的 其实里面是空的 那老婆嫁给这个男人之后 就觉得他是有名无实 里面是空的 我们下一代的咒作呢 就是男子气概 阳光知气不够 哎呀 男人弱了 就没有性别的自信 那男人如果一弱 他就没有性别的自信了 接着发展同性吸引 然后就发展成同性的吸引 双性吸引 双性的吸引 跨性别 无性别 凡性戀 然后就变成跨性别 无性别 跟犯性戀 这三番是大本营 这三番是他们的大本营 接着立法 人权 同性婚姻 合法化 然后立法又说是人权 同性恋人的婚姻合法化 王永信牧师说 王永信牧师未死之前说 王永信牧师他没有过世之前 他说 他自己说 这是最大的傲慢 他说这是最大的傲慢 他说彻底的反叛 是彻底的反叛 羞辱上帝的行为 是羞辱上帝的行为 但是王牧师的优势是什么 但王牧师的优势是什么 他不是只说的 他不是只说的 他要去做的 他要去做的 所以大概十年前 他才来找我 帮他一起做 哇 吓到我 然后十年前 他要做的时候 他来找博士 因为他不怕人家去攻击他 他不怕别人来攻击他 我们不是只说说不好 我们去服侍这帮人 我们不是只说他不好 我们要来服侍这帮人 如果不是就是周祖 如果不是就是周祖了 2005年 黄牧师在多伦多 2005年 黄牧师在多伦多的时候 我们有个出埃及全球联盟 由一个叫出埃及全球联盟 我做主席 博士是做主席 通常轮不到我做主席 通常是轮不到他做主席的 为什么 因为过来人 因为什么 过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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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以前的人 我不是过来人 他不是过来人 他不是同性恋 但他不是同性恋 那不轮到我做 所以轮不到他来做 但是那个领袖他不做 我去帮他 但那个领袖他不想做 所以他来帮他 我就请了黄明信牧师 成为我们的主要讲员 请了我们那个黄明信牧师 来做主要的讲员 他说同性恋者是一个群体 他说同性恋者是一个群体 是一个新的未得之文 是一个新的未得之名 文化上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文化上他们跟我们不同的 我们要服侍他 我们要服侍他们 豪国 号角 2015年 2005年 9月 2015年9月 修荣打电话给我 林修荣帝兄 林修荣弟兄打电话给博士 Melvin 现在同性恋合法 下一步是什么 他说现在同性恋合法了 下一步要怎么做 我说修荣下一步就是性别中立主义 他说下一步就是性别中立主义 教会有责任 那教会有责任 这个不是我的不好意思 可能得罪你 这个不是他的 所以可能会有点得罪你们 这个是胡志偉牧师的 这个是另外一位牧师的 他说教会当中 进来的那帮人是理直气壮的 他说教会有一帮人进来的时候是理直气壮的 出来的时候 嘟嘟嘟嘟嘟 但是出去的时候 垂头丧气 还要哭哭啼啼的那种 因为不是alpha factory的英文说 alpha male的意思 不是男人的一个 男人气概的教会 他不是一个男人气概的教会 是女性主导的教会 是一个女性主导的教会 女性做领袖是好事 女性做领袖是好的 但是男人弱的时候 女人就做多一点 但是男人弱的时候 女人就做多一点 所以今早早英文堂很开心 所以今天早上英文堂很开心 全部男人 全部都是男人 年轻仔 全部都是年轻人 姐妹是好的 但是男人要站起来做事 姐妹是好的 但是男人也要站起来做事 我不可以做老油条 不可以做老油条 愚弱的领导 乳弱的领导 没有阳光之气 什么都讲政治正确 什么都讲政治正确 我窗口被Apple盖住 那个窗户被苹果盖住了 上面的窗户被Google盖住 上面又被Google遮住了 门口被Facebook盖住 门口又被Facebook 脸书盖住了 因为有人传出去嘛 教会不好 因为你要传出去说教会不好 所以我就躲躲躲躲躲到角落头 所以我就躲躲躲躲躲到一个角落里面 有些事情不敢说 现在对方立法 将来教会都不可以讲同性的事 现在他们在立法说教会都不可以讲同性的事情 三藩世代有这些事发生你知不知呢 你做不做呢 你知不知道三藩世代发生这种事情 你会不会去做呀 Public Library 公共的图书馆 有变性的女人去跟你的子女讲故事 有一些变性的一些女人跟你的小朋友去讲故事 有什么不好呀 大家公道嘛 男人又得女人又得她变性又得更加好 大家很公平嘛 男人也可以女人也可以 变性的人也可以嘛 但是下一代就开始慢慢熟杂了 但是你的下一代就会慢慢熟悉了 他抱你的孩子不是坏人的 这些很有爱心的变性人 他们抱你们的小孩 但他们不是坏人 他们是很有爱心的变性人 但我要问一问 你的子女有没有给一些比较健康的 阿姨阿叔抱过讲故事呢 但是你们要问问自己 你们的孩子有没有被一些比较健康的 这些阿姨叔叔来抱着讲故事 教会有没有这帮人跟他讲故事呢 教会有没有这些人给他讲故事呢 单亲的妈妈的子女 有没有男人跟他讲故事呢 单亲的妈妈他们有没有男人 给他们孩子讲故事啊 现在这个力量是用小孩子开始 现在这个力量势力是从小孩子开始的 更衣室你就知道男人可以入了 更衣室现在男人也可以进去了 女的更衣室 她感觉自己是女人就可以进去了 她感觉自己是女人就可以进去了 她自己觉得她是女人就可以进去了 这个叫做Egalitarianism 这个就是Egalitarianism 均平主义 民主政制 就是公平的一个民主的一个事情 你这个小女儿见到这样 爸爸是什么来的 为什么这样的 你小朋友那个女孩子看到这个 就说爸爸这是什么呀 那么吓人 你不可以歧视他 你性教育不教的时候 她怎么知道是什么事呢 那如果性教育不做的时候 她怎么知道什么事情发生 现在最厉害的就是Egalitarianism of children 就是小孩子呢 她原来不知道性的吸引力是那么强的 她现在不知道性的吸引力是那么强的 在公立学校当中现在要教性自由化 现在公立学校里面要教性的自由化 男女的性器官 男女的性器官 在一张纸当中派给你一年级二年级 用来画图画 在一年至两年之后就发给你这种纸让你来画 找些颜色图上去 画一些图颜色的一些东西 是教育我们下一代 你教育我们下一代 是太早了 太早了 但是父母不管的话怎么知道太早了呢 但是父母不管的话怎么知道太早了呢 那父母怎么知道什么叫对不对呢 那父母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或不正确的 找人来教咯 找人家来教咯 但美国在亚洲的后面大概五年到十年了已经 那美国现在是亚洲后面的五年到十年 没有人敢教咯 没有人这样教 所以当我们照顾儿女的时候 我们需要就等孩子感觉到被爱 但是我们最主要要做的父母要做的事 就让孩子感觉到是被爱的 那爸爸的心是要照亮自己的子女 爸爸的心要照亮自己的孩子 就像上帝的能力透过先知耶稣基督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那神就透过先知跟圣经告诉我们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越黑暗的世界 越黑暗的世界 这个光就要强 这个光就要越强 要使父亲的心归向自己的儿女 要看到父亲的心归向自己的儿女 父亲节还可以做到的 父亲节是可以做到的 你可以做些什么呀 你可以做些什么呀 你跟你的儿女 跟你太太说 你跟你的孩子 跟你的太太来说 邮清太太 博士教我三字经 不是讲粗口 博士来教我们三句话 三字经 三字经 不是讲粗口 就说对不起 就说对不起 我错了 宽恕我爸 很简单的嘛 很简单 将我男人的所谓大男人主义的体统 不是降低 正常吧 将我这个大男人主义的一些 这个正常化 不是要简直正常化 对不起 我错了 对不起 我错了 宽恕我爸 为什么这么难呢 有那么难吗 因为面子问题嘛 是面子问题吗 但是说明明不是我错 他说明明就不是我错啊 但是对方会开心点 但是这样对方会开心点的啊 那行不行呢 那可以吗 你说过几句 不需要来找我吃prosex了 你讲几句你也不用吃 请他吃东西啊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鱼女 儿女的心必向主义父亲 免得我来咒作遍地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我今早就很开心 他今天早上很开心 不是 那是胡赵偉牧师 马来基书说 看阿雅耶和华 大而可为日子 未到之前呢 马来基书说 看阿耶和华 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现在是末世了 末世有些小的声音 末世有些很小的声音 好像朱耀明牧师一样 就好像朱耀明牧师一样 可能是黄永须牧师 也可能是黄牧师 赖牧师 胡植卫牧师 胡牧师 他们出来讲话 直着香港雨傘运动被审的时候 哭在那里 讲他的讲章 他们在这个雨傘活动 雨傘行动的时候出来讲这个讲章 是哭着讲这个讲章 就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朱牧师的优势因为他老 朱牧师的他的优势 就是在于他年纪大了 六四民运的时候 他做地下铁路 那在六四民运的时候 他做地下铁路 香港的男人 看到这样的牧师的榜样 个个都要学 香港那些男人看到这个牧师 作为榜样 每个人都要去学 所以昨天在香港 很多人唱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所以昨天在游行的时候 很多的人都在唱 Sing Hallelujah 全城要复兴 全城都要复兴 上帝插显了朱牧师 在被审的时候的港章 换起香港的信徒 上帝他使用朱牧师 在被审的时候 那段经文 来唤起香港整个城市的心 当儿女受伤的时候 他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当儿女受伤的时候 他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爸爸首先做的 我们不可以要求儿女转向自己 我们不可以要求儿女转向自己 伦理次序是错的 这个伦理之处是错的 你看看这张照片 男人和女人对这张照片有很不同的反应 男人跟女人对这张照片有不同的反应 妈妈就说有没有搞错那么危险 妈妈就会说有没有搞错那么危险 男人就会说挺好玩 男人就会说挺好玩的 儿子的脚步飞来飞去 把孩子放在脚上走来走去的 男人气概真正的 好像有冒险经受着爸爸那样的 男人气概的父亲呢 他是有一些冒险精神的父亲 这里面的含义就是说 男子气概只是男人可以给的 这里面的含义就是说 男人气概只有男人可以给的 所以男人要站起来做爸爸 所以男人要站起来做爸爸 帮我们的儿女长大 帮助我们的孩子长大 爸爸不够力 后面有个牧师 爸爸不够力后面还有个牧师 牧师后面有很多弟兄姊妹 为他祈祷帮助他 牧师后面有很多弟兄姐妹 借着祷告来帮助他们 我们不要做他一样 好像揪手旁观的这个 我们不要像这个 袖手旁观的这个人一样 爸爸要帮助子女 帮他儿子 帮他打胎 要积极的 他知道有什么父亲的力量 所以他知道这才是父亲的力量 因为如果爸爸和女儿的关系不好呢 因为如果爸爸跟他们子女的关系不好呢 这个女儿就在外面找爸爸的对象 这个女儿就出去找爸爸的对象 找像爸爸一样这样的一个对象 这个女儿找的是爱 那个女儿就去找的是爱 对象喜欢这个女儿 就因为有性 对象喜欢这个女儿 就是因为有性 性爱分不到啊 这个小孩子对性爱分不清楚 所以黑人 很多是单亲妈妈的子女就出现了 所以黑人里面很多单亲妈妈的孩子 就是这个问题出现 Wall Street Journal报告说2017年 华尔街这个时报就说2017年的时候 获得更高质量的关系 父亲的女孩子 比童年的女孩子 少风险性的行为 获得更高质量关系 父亲的女孩 比童年的女孩更加的 不好意思 我没看见 我们要挽回这个 袖手旁观的男人 我们不要去做这个袖手旁观的男人 教会要挽回这个离了婚的爸爸 教会要挽回这个离了婚的父亲 带去上帝面前 带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Edmond说 David Edmond说 The purpose of Christianity is that We enter into the life of the Trinity 三一 因为有一位牧师说 我们最终的那个目的 关于基督徒的目的就是回到这个三一真神里面 我很喜欢这个logo 博士很喜欢这个logo 圣父、圣子、圣灵是一起的 圣父、圣子、圣灵是在一起的 所以基督教一定是关系的 所以基督教的是讲一个关系 Edmond说 The central part of that is to have a mutually affectionate experience and relationship to the father 你们刚刚多了 好 别讲 我关你 中心 所以Edmond这个牧师就说 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说我们要 就是跟父亲的这个关系是一个 是双方的一个关系 那跟着呢 Our access to the father 跟着呢 就说我们怎么样去跟爸爸一起呢 就是因为跟基督建立关系 后面还说如果我们要跟父亲一起呢 就是要跟基督建立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呢 我们跟父亲的关系好像基督一样 所以我们跟父亲的关系好像跟基督一样 最后的力量呢 就是圣灵 最后的力量就是圣灵 以西结书说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以西结书又说了 耶和华的话要听要领导我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呢 父亲吃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呢 耶稣基上帝说 我指着我永生起誓 你们在意识列中 必知不再有用者俗语的恩友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你们在以色列中 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恩友 就是说 最后来说 上帝审判人 不是因为我们上一代做些什么事 是现在 所以呢 再说 就是说上帝审判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上一代做了什么事情 而是这一世做了什么 当然了 有一代一代的奏在会 也是有一代代的奏祖的 因为 必追讨他的罪 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因为圣经里也说 必追讨他的在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父亲的关系 大男人主义 小女人主义 天下无不时的父母 都会受影响的 所以父亲父子的关系呢 因为是大男子主义 小女子主义 或者天下无不时的父母 不可以用输赢的模式 不可以用输赢的模式 爸爸给回儿子 让他可以赢 爸爸要去到孩子那边跟他说 他可以输的 爸爸是可以输的 以世纪最后说 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业 一期结束又说 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 我爸爸是不好的 我爸爸是不好的 因为他不懂 我爷爷也不好的 爷爷也不好 因为亚片战争的东亚病夫 影响到我爸爸 因为亚片战争的时候 东亚病夫影响到他爸爸 但是他的罪我不需要担当 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 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 义人的善果必归于自己 恶人的恶报也必归于自己 恶人有恶报也必归他自己 个人的责任不能逃避 三言最后说 行为纯正的人 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真言里面说 行为纯正的义人 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所以你要继续做个好男人 做个好女人 最后来说的儿女就好了 所以我们要做好男人 做好女人 那这样子孩子就有福了 教会要帮助这些单亲家庭 那教会要帮助这些单亲的家庭 最后靠耶稣基督的能力去改变 最后要靠耶稣基督的能力来改变 我们因为你而改变 我们因你而改变 这个你是耶稣基督上帝的你 这个你是耶稣基督上帝这个你 男人家庭的重建是很重要的 男人家庭的重建是很重要的 可以胜过撒旦 我们可以赢 我们可以赢 保护建立男人亚当和父亲 保护和建立男人亚当父亲 保护和建立女人和夏娃妻子 我们做好爸爸中心香港 做这个好爸爸中心在香港的 这本书是我写的 这本书是博士写的 他说了爸爸的重要性 那就写了爸爸的重要性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最后呢 博士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是很久以前的奥林匹克 这个是很久以前奥林匹克的一个故事 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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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我们不记得了 谁赢了这个400公尺的竞赛 因为我们不记得 谁赢了这个400公尺的竞赛 这个竞赛者呢 用了很多精神时间去奥林匹克 这个竞赛者呢 用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赢奥林匹克 一个青年人 原来应该会赢这400公尺的 他是可以赢这个400公尺的比赛 但是走的时候 有意外 但走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个意外 那就很失望了 250尺的时候 会开始有事 250尺的时候开始出事了 再跑不到了 他跑不到了 哦 原来他的脚筋断了 因为他的脚筋断掉 他只可以按一下按一下这样 他只可以一缺一缺地走 跌低一点 重演一下 重新来一遍 重新看一遍 人生就这条道路一样了 有时不是 不是自然 一帆风顺的 人生就好像这个一样 这个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人要救他 有人要救他 要抬上斑架床 要把他抬上那个担架 但是他这么痛 但是他不要 他要完成这个责任 他很痛 但是他不要 他想完成这个责任 有时人生当中呢 虽然痛苦啊 我们要完成 人生当中虽然很痛苦 但是我们要去完成 谁来帮他 谁来帮他啊 突然间有一个男人在那里走出来 突然之间呢 他在人群里有一个男人走出来 他跟一些安保 说 他说我是他爸爸 他跟那些保安说我是他的爸爸 原来做爸爸呢 可以胜过那个安保 原来做爸爸可以胜过这个做保安的 爸爸是一个新的密码 爸爸是一个新的密码 因为我是他的爸爸 我就可以去支持他 他说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所以我就可以支持他 明知他儿子不会赢的啦 他明明知道他的孩子不会赢的啦 那为什么他走出来呢 那他为什么还要走出来呢 他跟他儿子说你不需要跑下去啦 他跟他孩子说你不要再跑了 儿子在那里哭嘛 我要 那孩子在那哭说我要 他说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跟你一起去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我跟你一起跑 爸爸呢 的力量呢 当我儿子在书的时候呢 你在他身边 爸爸的力量就是在孩子要输的时候 他在他的身边 不是当他毕业做Valedictorian的时候 你参加咯 不是在他毕业的时候 你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爸爸抱着他 爸爸抱着他 他牌类咪 他们是跑最后一命的 爸爸不要紧着他 没关系 爸爸陪着他 很快就他完了之后 去到底线的时候 他等自己压过去 但是全场六万五十人 六万五千人站起来鼓掌 当他跑到终点的时候 全场六万五千人站起来为他鼓掌 他叫Derek Redmond 这个人叫Derek Redmond 他是千古英雄吗 他是千古英雄吗 第一不是他 不是他 不是他 但是为什么全场站起来鼓掌 那为什么全场站起来为他鼓掌 他是第尾的 他是最后一位 最后一名 因为他要完成 因为他要完成这个 在苦难当中 他要做好他的责任 在苦难中 他要尽到他的责任 不行的时候 在苦难当中 他爸爸来救他 在苦难中不行的时候 有爸爸来救他 人生就是这样 有时候爸爸不是在我们身边 有时候爸爸不是在我们身边 上帝透过牧师长老传道人 上帝通过牧师传道和长老来救我们 上帝就是这样 当我们痛苦的时候 上帝就是这样 当我们痛苦的时候 去不到底线 去不到终点的时候 完成不到这个人生的道路 完成不到人生这个道路的时候 那你自己呢 那你自己呢 上帝可以帮你吗 上帝可以帮你吗 你认不认识上帝呢 你认不认识上帝呢 今天还不迟 今天还不迟 建立这个关系 建立这个关系 跟天上的父亲和好 跟天上的父亲和好 希望祝大家有一个父亲节快乐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感谢天父上帝 谢谢天父上帝 在三藩市这个地区有这么好的教会 在三藩市这个地区有这么好的一个教会 在黑暗的世界当中 末世的时候做炎做光 在漠视黑暗的时候来做炎做光 感谢你的保护 让我们能升过天上恶者的黑暗 谢谢你的保护 让我们可以升过天上恶者的黑暗 你创造的男人亚当 你创造的男人亚当 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作为一个新的亚当 可以负责任 爱我们的女人 爱我们的儿女 特别是我们的儿子 给我们有力量 让我们做得好 将荣耀归给主 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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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